所以活着的时候就要为未来 就来生有一个更好的境界打算 我们现在青年要有一个好的中年 中年要规划一个好的老年 老年要规划我最后的修行 命中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殊胜的来世 这才是有智慧的人 不是年轻的时候吃喝玩乐 那中年就开始一直打工换工作了 打工换工作老年又穷又病 那这样就是一个没有下场的人 再来特别有这个吸毒的人 或者是团体 你千万不要去靠近他 你觉得他有在吸毒 你不敢得罪他 应该默默迅速的远离他 我这里用佛教的眼光跟大家分享 这个毒品怎么来的呢 这个毒品是当年释迦摩尼佛在龙宫入定的时候 有两个魔女来骚扰他 怎么骚扰就弄得跟 现在讲叫辣妹 就来诱惑他 这个释迦摩尼佛用神辩力加持他们 把他们两个人变成老太太 这个魔女自残行贿 觉得好丢脸 我们就是拿佛陀没有办法 现在干扰不了他 好 我要用一个阴毒的伎俩 我让佛陀想度众生 想要救众生 我让这些众生都种下一个毒的种子 邪恶的种子 其中一个魔女拿他的月经学 把他丢到印度去 另外一个魔女 拿他的大小便混合在一起 把他丢到中国去 丢到亚洲国家 月经学还有这个会晤 后来他就会变成烟草和种种的烟毒 只要有人吸食到他 等于你就被魔兽祭 种下了魔种 你很难进入圣道 我们藏传佛教的祖师 莲花生大士 这个是降魔的老祖师 急身成就的 再来的 西藏叫第二佛陀 莲花生大士 他传了无上瑜伽大圆满 来救度我们末法众生 这个就是 几乎是各个佛教界都知道的事情 像莲花生大士 这么有力量的人 他怎么说呢 他说吸烟的过失极大 口中如果染烟草的气味 一点点我连是要度你也感到绝望 你如果有烟毒去染道 连莲花生大士要救你也救不动 龙树菩萨 他的杂技里面 他有讲 烟毒之害令人毛悚 念佛持咒之人 若有烟辟 为护法神所悟 就是说学佛的人 念佛持咒一般都是有加持力 但是这个人只要抄烟或者是吸毒 他的护法神都会离开他 开始倒霉 靠近他的都是一些邪神恶鬼 护法上神不保护你呢 再来吸食烟毒的人 平常被烟毒所染污 顶门闭塞 刚才讲顶圣衍生天 抄烟的人顶门把你封住了 你出不去 也就是说你这个人 不会到好的地方去了 你看看这个影响多大 不能往生 而且命中的时候 你会随着这个烟毒往地狱走 这个都不是我写的 这个都是从佛经 祖师大德里面 揭露出来的 非常可怕 灵花生大士 有预言 任何人 任何时刻 你在一位善之士面前发誓 发什么誓呢 我戒烟戒毒 就这样 连花生大士怎么说 他说我会像你的影子一样来守护你 就是说你这个人有发誓 我一生戒烟戒毒 连花生大士他就保佑你 你以后不用再怕妖魔鬼怪了 你看看这个烟毒带给众生的灾害有多大 第三世大宝法王 他当年住席在西藏的楚布寺 他的寺庙有一位老和尚 叫做噶玛桑珠 噶玛桑珠这个老僧 圆集了 圆集了这个老僧生前精通教理 就是说他对佛经是非常通达的 他圆集了 遇到这个第三世的这个大宝法王 亲自给他超度 这个法源是不是很好 照理应该往上送上去了 对不对 超度三次没有任何效果 那这个大宝法王他就入定 他觉得奇怪 怎么超度三次超度不动 他说因为这个老僧曾经吸食烟毒 因为他吸食烟毒的过失 导致他中脉被堵住 怎么超度都超度不走 所以这个烟毒不是让人的身体失去健康 它还让人的神事昏昧 而且种下你堕落恶道的这个因缘 你千万要谨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